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给你讲一个 从前有一只鸭子叫小黄 有一天呢 它走在路上 被车撞了一下 发出了一声瓜 从此它就改名叫做小黄瓜 你怎么都不笑啊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你知道怎么样能够让一个麻雀立刻安静下来吗 拉死我肚子 错 那我告诉你吧 你要压它一下 因为呀 压却无声 那你路上小心哦 我回家了 记得要开心 人生嘛 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晚安 你坐 你坐 你怎么了 怀疼啊 对呀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 我就不问了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姐我一定无条件站在你身边挺你 知道吧 知道了 知道了 弥多 我也是这句话 不管将来以后发生什么事 哥哥我 也一定站在你这边 替你出头 记住没有 有你陆爷在 谁敢欺负我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走吧 李亨吧 要不你今晚上我家睡呗 我又没喝酒 快送你的 可非 你别再废话了 我妈妈 快走啦 那我走了 晚安 晚安 我走了 赶紧走赶紧走 晚安 他们想走 夜culo 惊喜我 arnos 不用说抱歉 你习惯做我成全 我的一厢情愿 就当作没听见 你愿意吗 永远做朋友的誓言 不用说了 看你笑容我全都了解